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施工观察 那今天也就是5月22号呢 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那今年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举 我们国家非常的幅员辽阔 也孕育了丰富而独特的生态系统 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一个国家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样的几个问题呢 来进入到今天的施工观察 首先你我身边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第二城市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吸引到野生动物呢 第三人和自然到底该如何和谐共生 首先来看看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我国野生动物生存非常重要的区域 那里有着很丰富的野生动物的资源 也有很多都是我们难得一见和踪影难觅的 珍惜的野生动物 我们先去那看看 这是一段由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 视频中一只荒漠猫 惬意地伸着懒腰 萌态十足 荒漠猫外形像猫 但是比家猫体型要大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 仅分布于我国少部分地区 它也是最不为人知的一种猫科动物 而它和家猫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实在亲缘关系上 它和家猫的亲缘关系是非常近的 但是荒漠猫也有一些自己的外形特征 比如它的耳尖上是长有毛促的 另外就是它的眼睛是灰白色 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光线和角度之下 才会有这种淡蓝色的结构色 为了保护荒漠猫种群数量 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 近年来成功救护了多只荒漠猫个体 并成功放归了其中两只 在去年7月 该动物园为一只放归的荒漠猫 佩戴了卫星定位项圈 这也是全球首例 佩戴卫星定位项圈后放归的荒漠猫 同时科研人员还不断推进 荒漠猫人工繁育 基因污染及常见病的研究 除了荒漠猫之外 还有一种动物引起可爱的长相 备受人们的喜欢 它就是被称为行走的表情包的藏狐 藏狐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 喜欢在开阔的环境中活动和觅食 它们行动敏捷 警惕性极高 主要捕食高原鼠兔及小型猎齿类动物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藏狐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 它主要分布在草原 灌虫 高山洛原 这些基地类型 看完了高原的珍稀野生动物 接下来我们再到江西去认识一种 珍稀宾威的蓝科植物 近日在位于江西滋西县的江西码头山 国家集资人保护区内 科研人员第一次发现了珍稀宾威的蓝科植物 南方蛇纯蓝 它整个的种群数量现在只有50多株 这是南方蛇纯蓝在江西的首次现身 此次发现的南方蛇纯蓝正处于花期 珠高25厘米到45厘米 其花结构较小 花瓣呈斜卵形至椭圆形 长约3毫米 宽约1.5毫米 研究人员介绍南方蛇纯蓝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入红色明露 属宾威物种 在野外非常难以发现 它的种群是沿着样带进行一个带状分布的 而且种群数量也非常的稀少 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对来说较为狭窄的 目前仅在湖南地区以及广东地区有所发现 江西的发现还是属于首次的 据了解 江西码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武夷山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域 被誉为罕见的动植物基因库 近年来 保护区充分发挥科技优势 执密野外智慧监测网络 正由于我们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保护的持续性 以及监测力度的加强 很多的珍稀冰微植物 它在野外的一个生径得到了改善 所以越来越多的野生动植物 出现了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从高原的珍稀野生动物 到长江流域的珍稀冰微植物 一幕幕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案例 其实就在你我的身边 我们的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通过实施国家公园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 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数据显示 我国通过系统实施 极度冰微野生动物 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 300多种珍稀冰微野生动植物 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其中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去年新增野生东北虎幼崽20只 野生东北豹幼崽15只 大熊猫野外种群总量增长到近1900只 三江原地区 藏林羊种群数量持续恢复 保护级别 亦从兵微 降为近微 武夷山国家公园 新发现羽神角蝉 福建天麻 武夷林蛙等多个新物种 海南长臂园种群数量 有五群32只 增长到六群37只 是全球现存十只以下 极微物种中 唯一基于自然恢复的成功案例 迷路已经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野外种群恢复的成功典范 目前 我国已在北京广州 正式设立国家植物园和华南国家植物园 到2035年 将力争设立10个左右的国家植物园 使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70%以上的珍稀宾微野生植物 得到有效的牵地保护 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国家植物园体系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你我身边的生物多样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来听听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 副秘书长王霍的解读 近年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应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的 在物种方面 通过实施保护地体系 以及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程 很多明显的提升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从生态系统方面 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 具有庞大规模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体制也正在积极的推进中 还有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保护区等等方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积极的进展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来讲 明显的公众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 不断在增强 而且行动也是很多的 我们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宣教活动 非常丰富 有力的提高了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而且我们现在在中小学的课本中 可以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从保护地来讲 我们许多公众在开展灵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开展保护 当然了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任重道远 保护是可持续利用的前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 要达到我们新的空猛框架的30%的目标 挑战仍然是很大的 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包括公众 企业 社区 都需要共同的参与进来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来推动绿色发展 这样我们才能实现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现在随着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 在不断地转好 最近这些年我们发现 有很多原来是生活在城市远郊的野生动物 也开始进城了 成为了城里人的新邻居 比如说有些城市的公园里 就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鸳鸯啊野鸭啊 等等的候鸟 还有一些城市郊区的湿地 也能够看见大天鹅黑天鹅等等 这些以前从来没有光临的美丽使者 当然了还有小松鼠野兔之类的小动物 也慢慢地越来越多地 搬到了城市的绿地里来居住 同时呢我们也经常会通过新闻看到 像野猪啊猕猴啊 这一类的野生小动物 闯入社区 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 那么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 对于动物进城 可以说抱着一种既爱又忧的复杂的感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城市鹰河吸引野生动物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看一个 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吧 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呢 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做河 是一种原产于东亚地区的 古老的犬科动物 他们非常喜欢在夜晚 成群结队的出没 那有一个成语叫一秋之河 说的就是他们 可是近年来呢 一直生活在野外的河呢 却开始逐渐地侵入到上海市民们的生存空间了 他们喜欢在小区里安家 正在从铁笼中往外抓取的 印在咫尺的甲山 晚上出来扔个垃圾或什么 会看到有大概十几只这样子 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在那边行走 据不完全统计 上海共有三百多个点位 发现了野生动物核的存在 截止2023年 共发现了5000多只 在一些有核出没的小区 有些业主甚至在小区业主群里 情绪激烈地讨论如何驱赶 甚至扑杀这些闯入者 他们反映的很多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 他怕这种核作为一个野生动物 它是否具有一个主动攻击人的一个行为 科学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 比如妈妈保护孩子 核是有可能跟人有这种冲突和攻击的 但是呢 十年的时间离了两三起 这样的事件是非常的零星 王范告诉我们 在核大举进城之前 上海市民对它相当陌生 正因为不了解 才会产生恐慌敌对情绪 事件爆发后 他迅速带领团队 走访了有核出没的200多个小区 访问了1000多位市民 当我们把核的各种各样的粪便 样品血液都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发现没有我们担心的狂犬病 没有我们担心的新冠或者其他的人畜共患病 所以从传染病的角度 它是安全的在那个时间点 那么为什么这些核愿意来呢 经过了好几年的这个监测调查 我们也发现了城市的生态环境在慢慢的好转 人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在慢慢的加强 城市里面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良的隐蔽 棋息空间等等这些都是吸引核在居民小区安家的原因 群集主要是因为食物原因导致的 那么食物无非就这么三类 一类是猫粮 我们就是投喂流浪猫的时候啊 过剩的猫粮 那么都会被把核吸引过来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城市的湿拉基 就是我们人类吃剩的这个残渣啊 核会过来继续吃 如果不及时把它收到食垃圾的这个处理的地方去 那么第三类呢 就是我们很多一楼的居民会就是搞一些瓜果蔬菜 那么这个这些核也特别喜欢 它是一个非常杂质性的动物 其次呢就是我们城市的建设 会有一些假山啊水系啊 这些还有高低起伏的地势啊 这些设计 那么也为核呢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天然的一个躲避的空间 那么这是核能在城市里头大量出现生存的一个就是栖息的因素 核在主动的适应这个城市 即便我们建一个看起来完美的保护区 让核就生活在保护区不干扰人的生活 把人和野生动物隔离起来 他们仍然会不断的在我们的社区城市的其他环境去探索 这些自然的力量是关不住的 在小区的宣传条幅和向社区居民发放的科普小册子上 面对野生动物应该怎么办 被总结为四不原则 即不害怕 不接触 不投喂 不伤害 吸取核保护过程中的相关经验 2023年10月1号开始实施的上海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2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禁止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动物 针对核不擅长爬高的习性 上海很多社区对爱心人士投喂猫粮发出了猫粮需放置高处的提示 并加强对施垃圾的管理 有的社区还在核经常出没的假山旁 请艺术工作者绘制了色彩斑斓的醒目插画 提示小区居民对这些野生动物新邻居要保持距离 互不打扰才是人和小区里的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之道 从刚才这个上海市民和野生和魔核相处的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环境不断的提升 以及市民们认知意识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未来人和自然到底该如何和谐共生呢 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王霍的解读 其实啊城市中的野生生物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就拿动物来说呢 鸟类 昆虫 两栖动物和那个爬行动物等等都不一而足 野生动物在城市的生态系统中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每年也在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的服务的价值 这些认识呢也随着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传播呢 不断的在提升公众的意识 那么未来我们在跟野生动物相处的模式上呢 会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是美美与共 但是呢又近而远之 比如说啊咱们不要投胃 保持距离可远观而不可泄弯 另外呢 我们可以采取更多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你比如说对待植物病虫害 可以更多的鼓励采用综合的方法 而不是一味的化学的防治 第三个呢是邻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呢 其实都可以努力去降低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足迹 从而呢间接的减少对于栖息地的破坏呀 或者是这种负面影响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绿色设计 比如说我们在要做一个新的这个建筑 那么在建筑的设计中呢 就可以考虑这个降低光污染 考虑到玻璃木墙对于鸟类可能造成的困扰 我们还可以保护小微湿地 因为它们可能是很多小生物 你比如说低班青等等各种蜻蜓的生活空间